字幕提供 開心買玩具 玩具用心玩 嗨大家好 我是曼斯德 前一陣子整理工作室 3G的塑膠模型 越來越多啦 決定要來不定期清3G一下 所以開了一個普拉模日記 普拉模在日本 是泛指各種塑膠模型的意思 所以我們也常聽到鋼彈模型 簡稱為鋼普拉 那在之前的特賣會 買了不少洛伊德 所以這次影片也來換個口味 順便把3G清一清 這次要組裝的是 這一盒 ZW-26加農砲猛牛 這台是第二季的第二款商品 也是第二季動畫一開始就出現的角色喔 這台猛牛有點算是量產機的概念 不管是哪一個國家都有 而且也因為數量多好維修 所以也是軍隊的主力之一 本身自帶許多的砲管 比如說胸口的這個三連發飛彈發射器 還有兵器解放的上面這塊的九連發加農砲 而且整體又可以掛載許多的中長距離武器 常被定位在中距離砲擊用的洛伊德 不過這頭牛的這個角 也是非常厲害的武器喔 一剛開始長崖是還被一個牛角丟來丟去的 這一隻的外型在一剛開始我就覺得非常吸引人 第一季的獅虎狼骨架其實都很像 那這隻牛呢就有很大的差別了 那到底整體差了多少 我們就一起來看看吧 GO 好 那麼這就是他全部的零件 有一包最大包的挖掘包A 然後一包挖掘包B 這個零件還蠻少的 這邊可以看到眼睛的部分 是提前幫你上色好囉 然後一包小零件的挖掘包S 再來是兩個沒有另外包起來的 這個是他的加農砲的部分 這塊零件應該算是野牛最大亮點的地方啦 下面可以看到這邊有齒輪 就可以開始來做動作 那大家在組裝前呢 一定要先檢查這塊心臟功能 到底會不會正常運作 首先要把這邊的螺絲孔打開 然後裡面需要裝的是4號電池 從進去之後先開來看看 可以看到這邊有正常的旋轉了 如果你收到這個打開他不會旋轉的話 你可以試著把電打開之後 然後稍微幫他轉一下 有時候只是他裡面稍微卡住 一轉就會開始動囉 這個是正常的 我們來把它鎖回去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這個說明書 後面這邊可以看到兩個特別的設計 第一個是對空長距離砲擊式樣 然後這個是對地遠距離砲擊式樣 就跟我剛剛介紹的 主要都是幫他組裝成這種中長距離的洛伊德 那這一包說明書的這個組裝步驟啊 看起來應該是跟長牙師是差不多的 接下來我們來把這些裡面的零件全部倒出來 軟塞跟眼睛的部分呢 建議拿一個容器幫他另外放 這樣才不會亂滾掉到地上不見喔 那我感覺這隻猛牛的零件真的是不太多 黑色這個部分啊 全部都是他裡面骨架的部分 然後深綠色的這個呢 就是他的盔甲部分 銀色的部分也是 那我們接下來就開始來復原囉 好那麼組裝到這邊呢 他的骨架部分就還原完畢了 我們接下來要來把他的墊開下去 看看能不能順利的來走動 好說明書說的他的獅子腳還有他的嘴巴呢 都能夠正常的開合還有走動 這樣呢我們的前面裝的部分啊就沒有問題了 那這邊就可以看到這個牛的骨架 跟之前的那些獅子老虎啊都差非常多了 牛這邊呢很明顯就是前腳比較長 然後後腳比較短 有一個斜面的感覺 不然之前組過黑豹長牙獅還有狼 我感覺他們的骨架三隻都是沒有什麼差別的 就比較感受不到新鮮感 而且我覺得這個骨架這樣子的還原啊 看起來也是非常的生動 好那我們接下來呢 繼續把他的外裝甲把它裝起來 側邊都裝好之後呢 這邊有一個地方要注意一下 就是你在裝這個頭的部分的時候 你不要直接拿起來就開始塞 這樣是非常難裝的 所以要按照說明書 把兩邊的腳都往下折 然後呢我們先幫他裝眼睛 好那他眼睛這兩邊啊很貼心 他有做防呆的系統 所以你不用怕呢 左眼右眼會裝錯邊 眼睛都裝好之後呢 繼續把他的面罩裝上去 面罩都裝好之後就可以把他牛角 再把他移回來 我們最後來安裝他的加農炮 這個地方啊要先塞下去 塞下去之後呢 再把他蓋下來 蓋進去 蓋進去的時候呢 還記得往下關 這樣把他扣起來 這樣裡面的那個加農炮啊 就不會彈出來了 最後安裝 這邊的安裝呢也是有步驟的喔 記得要先扣後面 後面扣好之後再往下壓 這樣我們的加農炮猛牛就做好啦 他這邊有附一份貼紙 這個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呢 去把它貼在自己喜歡的位置上 或者是也可以按照說明書後面 這邊有一個建議貼貼紙的地方 這邊會有多兩個軟塞 就是怕之後這些軟塞 可能會爆開 你可以拿這個來做交換 所以這個軟塞記得也是要收好喔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看他行走的樣子 大家剛剛可以看到他的那個移動啊 真的是非常的順暢 然後呢忘記跟大家補充 他的兵器解放呢非常的簡單 只需要把這個蓋子啊 翻起來扣在後面 這樣就可以了 我覺得讓我很驚豔的是啊 他這個加農炮在發射的時候呢 也可以聽到他那個卡卡卡的聲音 就很有那種發射的臨場感 真的是做得很讚 那接下來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牛他的旁邊 不管是牛角 或者是他上面的這一塊加農炮 他的腳的旁邊這邊呢 都有非常多可以安裝武器的卡榫還有孔 我們接下來呢 來試的幫他安裝一些武器上去看看 好的那麼裝好就長這個樣子 哇這隻牛真的是隨便裝隨便帥 只要把那個砲看到能裝的地方 把他裝上去啊 都不會太難看 而且呢剛剛沒想到這邊 居然也可以做一個連動的動作 剛好有兩個多出來的軟塞啊 左邊右邊各塞一顆 那如果沒有這兩個武器的話呢 也可以把他裝在這個 或是這個地方 也可以來跟上面的加農炮做連動喔 所以我覺得這個加農炮 能夠玩起來的花樣真的是還蠻多的 我這隻家的武器呢 其實也不算多 我在前腳這個地方 幫他裝了兩個砲管 然後後腳這個地方 幫他裝上導彈箱 上面呢幫他裝上兩管長長的砲 然後尾巴這個地方呢 因為原本看起來有點空啊 所以我就幫他加了一把小刀 讓他一邊跑呢 也可以一邊用尾巴來攻擊 只能說這隻牛啊 完全沒有讓人失望 形體非常還原以外呢 他的擴重度也是非常的好 難怪在特賣會那邊啊 這隻牛一下子就被人家買光了 真的是很好拿來改裝的一隻機體 好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今天所開箱的 加農炮野牛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點個訂閱 點個喜歡 然後在下面跟我留言做交流 感謝大家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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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mberlain 好 INF